您好 欢迎收看8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花莲施政成果在传捷报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第二届施政用心 人民有感 全国县市施政满意度调查 花莲在县市长治安状况 环境保护 医疗卫生 幸福感以及防治新冠肺炎相关措施等 六大面向满意度突破八成 现见施政有感 新闻协会会长刘立汉今天颁发金牌奖座给县长徐正伟 徐正伟将荣耀归于全体县民 未来将持续与相亲攜手 将花莲打造成为台湾的幸福城市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第二届施政用心 人民有感 全国县市施政满意度调查 花莲在县市长治安状况 环境保护 医疗卫生 幸福感 防治新冠肺炎相关措施等六大面向满意度突破八成 现见施政有感 新闻协会会长刘立汉14号颁发金牌施政奖座给县长徐正伟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病调当中 今年度花莲县市首长满意度 治安状况满意度 环境保护满意度 医疗卫生满意度 幸福感满意度 防治新冠肺炎相关措施满意度突破八成 14号与会人员包括中国时报社长王初中 总经理李大为 副总经理蔡水新 县福副民处长兼行政纪研考处处长张云华 农业处长吴坤荣到场监政场面隆重 现在许多会感谢县民们支持县福团队施政 跨离近年来在县福各级处同仁七所合作之下 已经奠定了地方发展深厚的基础 未来会更加努力推展各项县政 与乡亲一起打拼 共创花莲友善城市 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会长努力他表示 在全国22县市当中 花莲市政成果实向全能 在每个面向都排在前段班 名列前茅 获得如此家皆实处不易 花莲市幸福的一居城市 自行的学征委上任以来 即以幸福花莲花园城市为核心为市政目标 举办太平洋国际公众节 夏令嘉年华 民主民联合公联节 冯明亚放暑假等大型活动 吸引国内外游客来花莲进行深度之旅 产生可观的经济效应 为花莲观光产业行销注入更多的活力以及动能 今年初新冠肺炎失灭全球之际 现在许中外率幸福团队在疫情期间 坚守岗位超前部署 因新冠肺炎疫情 保持零确诊的夹击 成功守住清津热火的净土 让泄民安居乐业 同时也让花莲成为外地游客安心旅游的首选 记得救援黄色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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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